Hello大家好,我是瑪莉歐 我是Juju 阅读提案 每周提案一本书 本周是我提的 命案现场清洁公司 是由德地环境维护公司 在2020年台湾东范出版的 那我们这个阅读提案呢 现在是第四集 没错 那这个就是我们每周会轮流的来提一本书 那第一周是 一三周是我嘛 所以二四周的话就是Juju 没错 希望每一周呢 可以透过我们讲书聊天的方式 带给你一些新的想法和观点 让你看世界的角度呢 会更不一样更有趣 希望你喜欢 感觉是要结束的样子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 没有了 好啦那今天这一个命案现场清洁公司 是在讲什么呢 他其实在讲的是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者 就是他们的工作其实很常就进出别人的家 只是他们进出的时候是清理别人生命终点最后的所在 对 所以这是一个台湾的 这是台湾的公司 对 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本一样的产业 但是它是命案现场清洁人员 就是一个是从人的角度 一个是公司的角度 这本书就或者是他们接触到 其实大部分都会是以非预期死亡 就是像是忧郁死孤独死或社会死 这三种命案现场的背后的故事 他就有提到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 但我把它反过来 就是他是说 我是这样觉得 是说我们的无常是他们的日常 对 然后就从这本书看到很多不同的故事 特别是就是忧郁孤独 这两块 然后更一再的感受到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 其实是可以透过努力来掌握 就又是很心灵层面的感觉 对 就是应该说上一次我们讲百岁时代嘛 就是也是讲变老这件事情 其实就当你的生命的长度拉长的时候 可以去想说之后可以怎么有重点的活 对不对 那时候讲是这个 对 然后这次我是想要从终点往前看 反正你都会死吗 反正每个人都会死吗 对反正你都会死 然后就觉得好像从这些不同的故事 然后就可以感受 或者再去跟自己说 好像有很多事情是要在 可以活得更有趣 更充实 或更付出一点 对 然后在这开始之前想要先问你说 你有没有看过这种跟生死一病中跟生命终点 还有或者是死后啊殡葬产业相关的书 没有 真的没有吗 完全 但是我刚刚想到 因为你在讲这个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剧 我看 应该两年多前吧 两年多前 2019还是2019 那个林毅街11号 哦台剧啊 台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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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里面的主角就是做葬仪社 嗯 就它接了他爸的一个葬仪社 有点像接体员的工作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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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民间的葬仪社 所以跟 但反正就是 它会接到电话 然后像它里面就有一些命案现场 嗯 然后它就会接到警察打来电话 然后就要去现场 收这样子 对 就是他们去现场 可能证据什么 它都拍完了 然后就是一些 这个刑事调查 他们都看完之后 他们还是要送到殡仪馆 然后就会有 就是有这些殡葬业者来 后续的 后续的流程 它只是说那部片比较灵异啊 对 它是一个跟 他是不是是说 对 它有 它可以感应到 对对对 然后用 它必须要用它感应到的东西 但是 转换成人类的理解的证据 对 然后要破案这样子 它要帮警察破案这样子 然后警察就觉得说 你在公杀会 对 就是觉得 哪来的想法会有这个 对对 所以我 我想一想 我没有看过相关的书 但我有看过这个剧 可能还是不太一样啦 但是我觉得就是类似 就是有一点关系 对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会 就是 因为我自己想说 在分享之前 我也觉得好像 这类的议题 其实大家不太会主动 想要去看 然后我就开始回想说 我到底一开始 是怎么接触到这本书的 对 然后我在去年之前 我的书每一本买的时候 我自己的阅读习惯 是我会在前面自己签名 然后写日期 然后才发现说 那是我那个2020年7月 7月后 在9月的时候买的 然后因为同一年 是就是我奶奶过世的时候 然后我那时候 就是因为过世这件事情 然后经历过 台湾很多传统仪式 还有道教的一些 殡葬流程之后 才开启对 婚丧喜庆这个丧的 这个产业的 从业人员感到好奇 然后也会开始思考 当然真的 我们过世之后的 身 就是那个身体的变化 是什么 所以是因为奶奶的病逝 所以才好奇想买这本书的 对 然后我这次想要 突然又想要再分享出来 原因是因为 就是我刚才有提嘛 我们那时候讲的是百岁时代 对 就讲的是人生长度 但是这一本书 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有看到 就这本书有提到的 忧郁跟孤独 这两个元素 这本书提到是他们的终点 所以这时候就是想说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跟你来聊聊 然后我也想要我们一起来思考遗憾这件事情 这么遗憾吗 这么大的一个题目 也不会很重啊 但就是聊聊这样 好 没问题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议题跟产业 跟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息息相关 虽然是 大家可能有时候不会特别主动去提 但我觉得一定会接触得到 可是他写是 他是用一个公司 所以他不是一个人写 作者序 可是他有一个作者序 他还是有一个第一人称视角 在写这些东西 他的出发点是从公司 因为还有另外一本是 清洁师 那他是卢拉拉 就是另外一位 也很知名 就是在对外 可能作者的这种身份 也很知名的清洁师 那两本其实我那时候看 我觉得有点相似 因为都是在讲案例 那这本的话 他比较没有提到太多 比较细的东西 比方说有些很细部的清洁啊 然后可能他们会像失毒 或什么就是类似这种 可能感染在身上的状况这种 那清洁 命案现场清洁人员的那本书 就会讲比较细 然后我在想问你说 那你有没有亲戚过世 然后就是实际走完一大圈 仪式流程的那种 有 经验 有 真的 就是完整的吧 就是从看到他过世的状态 然后一直到隔天早上嘛 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晚上走完 整套啦 整套 全部 没有不只啊 还会有 呃 要联系 就其实人死的事情 其实还蛮多的 对 仔细想一想 我今天有帮 就是我今天有整理出来 我就说 没想到就是人死了之后 活着的人 要面对的事情 其实还蛮多的 很细索超多 就包含 我觉得先分两大块 一个是尸体 就是户口的处置 对 然后那个又分 可能实体数位 数位可能以后再说 先以聚焦 以尸体为主 然后另一个大方向 是资产的处置 对 就有实体的物品 跟保险 银行 就是虚拟的物品 对不对 然后再走那个 殡葬流程的话 就是跟后世处理 一般可能殡葬流程 要在七到十天内完成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开立死亡证明 你的后世处理是指什么 后世处理是 就是伤礼土葬 这一块 所以你的殡葬流程是 他开完死亡证明 就结束这样子 后世处理程序 应该是那个啦 就是后面的那个 储户查询 继承 报税遗转 所以你的殡葬流程 应该是办完 伤礼之后 对 伤葬完毕 现在会到十天这么快吗 应该 就算没有做满期 应该也 不会到 你做这么快 我印象中 大概应该有两三个礼拜吧 哦 我们应该是说 我觉得好像会到两三个礼拜 有些会看日子 因为通常啦 我的经验是会做头期 嗯 就是如果是以一般的 道教民间信仰来讲的话 嗯 就你一定会做头期 对 然后会做一个尾期 就中间你可能不会 十四天 对 就你可能不会做满 七七这样子 但是 因为七七其实很长 对 所以通常可能就是 头期尾期 然后大概 这样就 十四天 或者说十五天 四楼 我觉得应该不太会有到 十天这么快就 就做完 可是 我这边他提到的那个 殡葬流程应该是说 就是开立死亡证明的 那个时间 我不知道我上网查的 可是开立死亡证明的 关键 因为是这样 就是说 只要是 非自然死 就非自然死亡 其实你就是要有相验的流程 对 你在医院死亡 就是如果自然死亡 就是医生直接开就好了 对 那如果是意外死亡的话 就是要相验过 检查官要带法医相验过之后 才可以开 那他开的过程 他还会问你要不要 其实他有些时候会问你要不要验尸 对 就是不一定要 如果他没有一个明显的外力介入的话 但是因为他不是在医院或家中自然死亡 所以他还是会 还是会介入 所以他对他们来讲 还是一个非自然死亡 那他就会问要不要相验 那有一些可能家人会觉得说 就不验了 不验就是不用 不用验尸 所以就是 那有些信仰会有些相信里面会觉得说 这样子他会痛 会不舒服 对 所以就有些人会偏好不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在伤障的时候 其实也有分 就是伤 伤礼就是大家就是自己走完各自的流程 对 然后障的话不是有土障跟火障两大块吗 土障其实还要申请埋障许可证 现在很少了 对 然后在火障的话 除了要有火化许可证之外 还要就是再去决定说 放到哪里 对放到哪里 然后海障 树障 什么都要申请 对这些是前面的各种申请作业 然后之后后事处理又更麻烦 还有储户 就是你要拿着死亡证明去储户 然后跟查询 继承 报税 移转 登记 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些流程 其实真的是要实际 接触过 有的时候可能是面对的时候 才会开始知道这些流程 如果是跟你很亲的亲人的话 通常才会经历过 对 这些啦 如果只是可能远亲 或者是其他朋友 大概就比较不会知道 对 有这些其他的事情 就你可能去参加完告别式什么的 对 就结束了 但是参加完告别式就后面 还有很多事的 才是战争的开始 是有很多流程要做的 对 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开始思考自己数位身份 数位垃圾这一块东西 好 我们回到这本书好 在书开始之前我想问说 你不是最近搬了新家吗 然后 你 今天到底是在讲书 还是讲我人生啊 你的同一层的生活空间 或者是管理员跟你之间啊 或者是你跟邻居之间 对 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会常常打招呼吗 看到当然会啦 但我跟管理员还不错 就我跟 因为我们是24小时警卫 然后我跟几个警卫 还算都认识 然后跟那个总看事也认识 因为我后来 等于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办嘛 所以他们都认识 我已经住在那边四年了啊 对啊 所以都 都会打招呼 有一些新来的 可能就比较 陌生 但有一个已经来一阵子了 但是他感觉 也没有打算认识我们 所以看起来还是很陌生 你说你的同一层的邻居吗 不是不是 我是说那个警卫那边 哦 那同一层的 我们那一层都有住人 其实我都见过 但就是打招呼而已 没有去 没有像以前 或者是像 不知道有些日剧里面 会有什么拿着伴手礼 然后跑去拜访 说你好 我是隔壁新搬来的啊 对 对不起 没有这种事情 应该说我觉得现代人 也比较少会主动跟邻居说 啊今天早上早起啊 出门啊 什么什么这种 我最早我们家买的时候 在之前在旧家的时候 呃我们那一栋公寓是 不算一楼的话 二楼以上 大概认识五六户吧 几乎应该是我爸妈 他们应该都认识 那感情都很好 呃我不知道他们感情好不好 但是 但是都认识 然后因为 你知道那个时间点 再搬进去的 大概都可能是 差不多年纪的小家庭 刚成家 然后有小孩 所以我们那边大概有 五六个小孩 其实是 甚至是同年的 嗯 同年同一个学校 哦 对 然后我们就是会一起去上学 哎就共乘这样子 哎我们的car pool 不是car pool 我们是motor cycle pool 我们是bike pool 就我们是一台机车 然后再四个小朋友 哈 这样五天 就是轮流这样 就是那个 就是比如说 哎今天是五楼 然后明天是四楼 就是大家感情 其实在小时候是好的 我觉得那个 那个年代啦 三十年前 三十 那个时候台北是一个 可以这样子 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邻里之间照顾 然后人跟人之间的感情 也很好的 比较密切 然后我认真说 我觉得这个大概在现代 可能不太容易啊 对 所以这其实就 为什么我会一直问这个 因为我觉得现在 大家未来 可能会遇到一个状况 是当我们意识到邻居 好像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 很比较疏离的关系 但我们意识到 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从他们家里面 飘出来的味道 这有一点 是可能 就是虽然有点不太好 但我觉得这个趋势 可能是有的 就是你 其实不太认识 对面这个人 但你开始觉得 他们家好像怪怪的时候 是因为他有味道 影响到你 因为这本书里面 讲很多这个状况 因为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看那个 活生的眼泪 哦 他 里面有一集 是这样子 对 就是 他其实 这本书也有提到说 就是 那个尸体的味道 其实 举例好 因为我们一般人 其实不太会有这个印象 对 对 就像我们可能接触到亲人过世 也都是自然死亡 就是当天就会处理完 但是通常如果是孤独死 或忧郁死 他们会放置一段时间 对 那你就可以想象说 你如果有闻过老鼠死掉的味道 就一只 就他的味道很重 像没有印象 但是人 是老鼠的好几倍 所以那个味道 就是老鼠一只在那边 就已经够了 但是一个人 是他好几倍的话 那味道其实非常难去除 然后在现场的形状 就是形状上 因为我们人体内脏 就是我们人是有 就是70%的水组成 对 所以其实在过世的状态的时候 气关会先膨胀 然后水会先流出来 之后 干掉才会慢慢的憋下去 所以 听起来有点兴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蛮吓人的 就是 所以包含味道的清洁 现场的复原 然后还有清洁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的细菌 比方说像我刚刚有提到的 那个湿毒 湿毒其实就是 空气中的细菌 跟人体的蛋白质 其的化学反应 对 然后因为我们平常的人 可能其实在身体上 我们不太会有这种 遇到这种细菌 所以它可能会造成 我们的感染 没有这样子的抵抗力 然后还有就是 湿水的处理 像刚刚有提到 那流出来的水 或者是有些人不小心 在浴缸跌倒往生的话 其实那个水是不能 就是把那个叫什么 浴缸的头拔掉 让它流下去 它是要挖到 那个马桶里走 就是 更高级的污水处理流程 对 就是这个是 很 很惊人的处理 就是应该说 花时间 对 很花时间 然后它也有它 可能一定程度的风险 所以它是在讲说 由清洁公司的角度来谈 就是这些 命案现场的清洁 对 然后主要 它其实还是想要去谈的是 背后的故事 然后希望可以带给大家 去思考一些事情 对 大家可能不要误会 就是命案不见的 真的是什么 很严重的刑事案件 它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非自然死亡 反正只要不是在医院 然后再有人 可能家里面看着的情况下 老死的话 都会被归在 非自然死亡这一块 对 就是你可能是 一个人独老 然后过世的话 其实也算 对 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刚 就是到这边的时候 我有时候 我在看这些 每一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其实 命案现场清洁人员 或者是 婚商喜庆产业的 从业人员 他们工作的本质 其实跟 像你 就是做人物专访的 采访记者很像 嗯 但是 大家都是用不同的方式 来认识 这样子的一个人 对 跟 或者是他的一个家庭 这是 我到这里的想法 可是他在做 就是这一个 清洁公司 这个人 他去清洁的过程当中 他为什么会去了解 背后 因为他的工作 应该是去那边 然后 收完 清洁完 就结束了 会遇到委托人啊 然后其实 委托人有时候 看到 那个当下的时候 他们的心情 会很难平复 对 因为一般人 很少会遇到 这样子的状况嘛 特别是 就是通常遇到的时候 都是比较 他们遇到的状况 会比较极端一点 对 所以他们 就是委托人 可能有他的情绪 然后还有 周边的环境 像是 他就说 死者 其中一个 我印象很深刻是 那个是一个伯伯 然后他 他们其实进去 也是要清洁 就是协助做现场的清洁 然后那个伯伯 因为他是孤独 就是一个人 住在那个家里面 然后他对于 家人之间 有很强大的恨 所以他把 他的那个恨 写成字 然后写在家里面 写满家里的墙壁 就是他是带着 这样子的方式 在过他的生活 但是他其实 他的过世 是不小心摔倒而已 只是 他的家人 会定期的去送餐 然后可能隔一两 两三天之后 发现 伯伯都没有吃东西 对 然后他们才 想说破门进去 然后才发现这件事情 他们送餐 所以他们并没有见到他 就是把餐放在门口 就走这样子 对 因为他等于是说 其实他就是可以 知道说 就可以从这些蛛丝马鸡 去认识 这样子的一个 家人之间的关系 然后他就说 就是 委托人的情绪 其实也是说 因为伯伯 真的很难相处 就他到后面 他会直接辱骂家人 所以大家就觉得 那这样子的 相处方式 是比较舒服的 对 所以就是用这种 送餐的方式 跟伯伯沟通 但是 同时 委托人心里 也很自责 就会觉得 是不是他应该 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 那他会 比如说 很大的情绪 压力 或者 你说他们的工作 对不对 对啊 会不会有什么创伤 或者是 所以他就提到说 其实他们 虽然是很高兴 但是他们的 心理素质 要很强 第一个是 你要面对的 视为托人的情绪 这是一部分 一小部分 最主要是 你在清理现场的时候 你有非常多 你可能会 感受到的 感觉 比方说 你对于这个人 背后的同理 或者是 你看到现场的 惨烈的状况 然后会有很多 不慎唏嘘的感觉 我会这样讲 是因为 我看很多 犯罪小说 然后 其实有一些 讲法 当然不见得是 作者亲身经历 但的确 他们有一些 可能在做 填调的时候 得到的讯息 像是说 很常 很频繁 接触到 这样子案件的 当然就是 警察是 很大一块 或是检察官 那 他们会有一种 不把他 当做人 在看 会来降低 自己的情绪 有点像是 举例好了 就比如说 你在 你是一个 你吃婚 你是一个 婚食的人 那 你看到肉的时候 你不会想到 他是一个 完整的动物 你会只把他当作 是一块肉 这样子 你就不会有那种 罪恶感 或者是很大的压力 可是我觉得 他 其实他 每一天 他都有提到说 他们 其实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把他转换过来 因为 他们接触到的 都还是人 我知道 我说警察也是 就是说 他们看到都还是完整 但是 他们会想办法 让自己 不要觉得 他是一个 人 他就只是一个 一个工作 比如说一个尸体 然后一个物体 然后 所以甚至 他们有一些描述说 会用一种 可能很粗暴的方式 当然就是 该做的事情 都做完之后 用一个相对 比较粗暴的方式 去对待尸体 让他们觉得说 这样子 我不是真的 在对待一个人 这样子 他会心理上 会比较容易 接纳这样子的情绪 因为他是以公司角度出发 所以我觉得 他可能不会讲到 这么细的这一块 但是他 应该说 他们不会去讲 说要把他当成什么 而是他们会用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在 协助这些过世的人 还有我们要协助 委托的人 把他们的生活 尽量变得更正常 然后我们就是 好好送完他 最后一层 对 就是好好的 让他善终 就是从这个角度 去出发 虽然现场都 真的是蛮可怕 这样压力还是蛮大的 对 所以他就说 其实他很难找到同事 对 然后我觉得 这其实也可以 再往下延伸几个讨论 第一个就是像 这样子产业的 当然他们有 他们的专业 因为就是 现场的味道的情节 那不是说 可能喷喷漂白水 或者是 多擦几次地 就可以完成 但是同事也有包含到 其中有几个案例 我就想说 可以来延伸去讨论 职业道德这件事情 职业道德 对 因为像死者在现场的东西 因为多半都会有 他们的味道了 那家属其实也会选择说 我就是留下一些重要的证件 其他就不要了 对 那如果是那些很高价 具有价值的收藏 你要怎么去处理它 因为家属也说不要了 对 家属说不要了 那你就可以拿走 对 就是可以拿走 但是有些家属会说 他们就直接都丢掉 就是直接烧掉或什么 他们是走那种不要的方式 他就有提到一个案例 是说有一个同仁 就是因为 他看到那个亡生者 他拿 就是他收藏的那个打火机 是很高价 然后很有价值的打火机 他喜欢其中一个 那家属也说 他们就是丢掉不要了 对 但他还是留了那一个 对 然后他就说 他其实会发现这件事情 是因为 就自从那次情结完之后 那个同仁的状况 一直怪怪的 就是比较偏向 灵异事件上的状况怪怪 然后一直到后面 就是很常 发生很严重的车祸 或者是干嘛的 然后心理的状况也很 就是魂不熟舍的感觉 对 然后他们之后就 才知道说有这件事情 但那个同仁之后 也离职了 那他就是说 他觉得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职业道德 就是人的贪念的这一块 对 然后我觉得这好像也是 一个游走在边缘的 可是这个 这个 都不要了 你 是不是 我就说 这就是 这有什么好 这就是一种 就是你到底要拿 还是不要拿 但是你拿了可能 我不知道 就是我觉得这好像可以思考一下 这可以延伸到道德科的讨论 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个 就是说因为 他并不是明确的被赠予啊 就是他不是说 我送你这个东西 对 他只是说 我不要了 对 可是你看如果说 我这边我不要 你帮我处理一下 不就是随便你 怎么处理都可以吗 还是他也没有讲这件事情 所以就变成 有点尴尬的 就我觉得他们一定会遇到很多 一定会遇到很多这种状况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 可以 可以大家在道德科 有老师提出来 然后让同学发表看法的 的讨论 对 然后还有第二个是 比方说 就是 我记得我有听到 就是另外一种讨论 是说 从这样子的清洁人员的 这一条的 SOP 在政府这一块 其实还没有很明确的 制定出这样子的流程 比方说 到底是谁要来通报 以及 因为他们是处理 非预期死亡 那他可能会 其实书里面有提到 两三次这种状况 是可能是凶杀案 那他到底 要怎么去判断 他不能判断啊 他就是警察来啊 对 但是通报的一定是委托人 然后他就说 他其实有拒绝几个 他看到他的一些 就是他会请他 传那个尸体的照片 他就发现说 这个伤口 一定不是自杀造成的 他很怕这样子 去协助去 现场清洁的话 会造成 就是淹灭证据的 的一个帮凶 所以他的做法是 他请对方出示相关的证明 比方说报案的记录 验尸的报告之后 证明没有违法行为 他们的清洁工作 才不会成为 去协助淹灭证据的 这样子的一个 他们应该不肯做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 非自然死亡 那个证明书不是 不是医生开啊 所以他一定要有检察官 去做这件事情啊 对 但是他们一定 就是这样子的 从业人员也很常 会接受到这样子的需求 对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 就是一种 啊 好辛苦啊 就是其实心理的压力 真的很大 如果特别是老板的话 对啊 好 还有 还有很多 然后刚刚有提到物品嘛 然后我就在想说 其实在如果家里堆积如山的状况之下 会造 其实也会造成清洁上困难的眼神嘛 那我就在想说 我也是看了这本书之后 我开始有意识的控制 自己在某些东西上的消费行为 比如说 比方说化妆品啊 保养品香水啊 鞋子 衣服等等 就是会有意识的控制 但是书我还在考虑 为什么 因为就是还是 目前的习惯是看纸本书 我跟你讲 你就留一个纸条 嗯 说我不在了 全部送人 或者说我不在了 你想拿就拿 妨碍书架的最后面 是这样子 没错 可是我跟你说 书才是最会吸味道的东西啊 对啊 所以我就说 你不用让人家觉得 你就说 你要丢掉也可以 你要拿走也可以 你就只是说 你不用去帮我考虑 要干嘛 这样子 任何看到的人 就是说 看到这张纸条的人 你可以全权决定 你要怎么做这件事 好的 每一本书都留一下 嗯 好的 好 最后 最后来个 延伸阅读 速速的阅读 就一样 刚刚有提到 一样的主题 但不同的作者 就是命案现场清洁时 然后是鲁拉拉 2019年写的 那类似的主题的话 有一个是 相关才叫大师兄 在2018年写的 他是你好 我是接体员 相当有名 对 然后在日本的话是 之前2021年 小岛梅雨出了 就是说 他是一位遗物整理师 重现死亡 终将造访的生命场景 那书名叫做 或许我就这样一个人走了 对那本书 那时候也蛮红的 以及韩剧 就是Netflix上面 就是我是遗物整理师 这个去年很红 对 那再来的话 我有就是去想说 如果大家在好奇说 死后会变怎么样的话 有一本书叫 死后猫会吃掉我的眼睛吗 这本书也蛮有趣 是凯特林道题写的 接着的话是 如果是过世之后 在世的人的 这一块故事 会有大师兄 2020 就是最新的这本书 叫比据典更悲响 最新的不是这一本 不是吗 已经不是 他有另外一本是最新 出场好快哦 然后再来 如果大家想要看轻松 然后就可以带小朋友一起认识神明故事的话 皮克斯动画 可可夜总会跟灵魂集转玩都很不错 对 最后的结论 就是我的想法是 自己做总结 不喊 还要不喊 做总结哦 好啦 自己的结论是 我觉得社会的每一个职业都很重要 对 然后也很谢谢 就是这些专业的白工 然后去协助复原 让我们的环境啊 大家的环境回归正常 然后去稳定家属当下的那种情绪 就是很谢谢大家 感觉我结论是谢谢大家 我觉得没有大家可以去透过这样子的角度 然后去看这本书去思考 是不是 其实在某些状况之下 大家可以再更多关心人一点 然后不要让自己有那么多的遗憾 对啊 就是说的确像你讲的 我们上一次在讲百岁时代 那现在就是如果 我们终究会死亡 那从死亡的角度 再回头来看你的人生 看处理死亡的人 怎么看待人生 可以给我们一些 可能其他的启发 对 好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这一集的阅读提案 那这一集提案呢 是命案现场清洁公司 刚刚也聊了很多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呢 欢迎到Facebook Apple Podcast 我觉得Apple Podcast 应该现在是最直接的 还有任何平台 我们陆续开启中 对 我们马上就要有我们的社群媒体了 没错 大家可以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希望你今天听得开心 我是马力欧 我是Juju 阅读提案 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